不過咱們陪診團 還有咱們電視機前的圈友們 你不用太擔心 我們在這只是給大家做一個小測試 導致母外發的原因是很多的 我們不能夠傾施任何一個病因 對健康的影響 那麼接下來我們繼續測試 這個測試呢 其實陪診團也已經測試完了 你們還記不記得 在今天我們節目錄製之前 導演讓你們拍自己邪櫃的照片嗎 這個就是半輪測試第一 兩位介紹一下吧 對 首先給大家看一下 我這個鞋首先是不少的 然後再一個就是 你看我展示的時候有兩款鞋 這個一個白鞋 黑鞋 運動鞋 一方面運動鞋選擇這個底厚一點的 運動起來不是不累腳嗎 當然還有一堆的根鞋 一個是夏天又漂亮 然後又顯示女性的豐富優雅 我這穿什麼鞋就取決於我穿什麼衣服 你看有的時候吧 比如說我運動肯定穿那個運動鞋 對不對 但有的時候我上班 錄節目 我就要穿高跟鞋 這樣顯得人很挺吧 所以運動鞋和高跟鞋我是比較多的 聽完你們兩個介紹 我現在也是一頭霧水 現在真是在那講鞋 其實我們要研究這個 對不對 忘了講腳了 楊老師 您給點評一下 鞋實際上我們每個人穿在腳上 舒服舒服自己最知道 這個都知道 實際上鞋各有各的好處 各有各的用途 尖頭鞋確實我們對一個印帶鬆弛的人 或者是有母愛翻的人不太好 這樣的話也會加重這個畸形 運動鞋實際上鞋底厚一點 確實有一定好處 但是鞋底厚不代表裡頭的形狀好 所以說有一些鞋底厚 一定要看它沒有足弓 這些鞋總的來說穿什麼都可以 實際上我們可以根據鞋的磨損的地方來判斷 如果我們前鞋頭那個地方內側 如果經常壞的話 就說明我們有母愛翻 有腳的畸形 如果外側壞的話 說明我們的腳走動的時候 它相對來不是特別正 像八字腳這樣按摩損 電視機前面的觀眾可以拿著鞋底 看一看我哪地方按摩損 這樣我可以初步判斷一下 我們的腳有沒有毛病 其實我們今天的話題談到這兒 最終應該明白一件事 就不管是男性還是女性 你是老的還是少的 我們都想擁有一雙健康而又美觀的腳 那麼問題來了 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到底應該做些什麼 才能夠降低這個母愛翻的發生機率呢 首先我們知道腳呢 它的變形主要是一個脫位 脫位的情況下就叫肌肉要強壯 怎麼肌肉強壯呢 你看我手裡拿了一個網球 我不是為了打球 這個呢我們可以放在腳底 你看這個腳底 用腳呢腳直到來抓它 抓它來固定它 鍛鍊腳趾的力量 同時呢也可以在腳心按摩 豬寮嘛 阿志布說了嘛 這個豬寮嘛 做豬寮的 肺豬寮嘛 按摩腳的穴位同時 來夠促進腳底的血循環 觀眾朋友啊 其實我們今天呢 給大家從一個腳堂談到了母愛翻 給大家從母愛翻的發病原因 一直講到了 降低母愛翻發病風險的各種措施 其實這些都是希望大家能夠重視這種疾病 你別等到風險來臨之後 才去想辦法去解決 我們最後的辦法 當然就是接受各種各樣的手術 當然手術現在可能也很完美 我們希望大家都能夠重視自己足部的健康 讓我們雙腳得以解放